就照順序的 一片一片的切下去 這個是我們昨天晚上抓到的那一條斑馬魚 那現在我要把它一面做生魚片 另外一面拿去蒸 那這條這種魚啊 它是吃水裡的那種藻類的 所以它的肚子會有一層黑膜 那如果能清的話盡量把它清乾淨 它會比較沒有腥味 那我們就先把這一面取下來 那首先從頭的後面 先一刀滑過去 然後直接到這個 胸臍的下面 好這一塊啊 就算是第一刀 第二刀我們就轉過來 從它的肚子這裡 你從背開始或是從肚子開始都可以啦 看自己的方便 這樣子順勢的這樣子 滑進去 這樣就出現第一個刀口了 順勢的再這樣打斜的這樣切進去 把肉掀起來 用你的刀尖去感受那個 刀尖與骨頭接觸的那種感覺 它會一格一格的 你看有沒有聽到這種聲音 就是這樣 一個一個過去 這樣就表示你切得很剛好到骨了 然後就再順勢的再畫 好 基本上畫到中間的這個脊椎骨的時候 就可以翻另一面了 再從這個背啊 然後直接滑到這個尾巴 一樣是一個角度進去 然後手稍微壓著你的那個肉 然後手稍微壓著你的那個肉 那用刀尖直接到尾巴 這還有一點魚鱗 再順勢的從這個口子啊 用你的刀尖 一樣是一個斜的角度進去 順著那個骨頭 然後感受那一個一個的 它會咔咔咔的那種聲音 就一氣呵成 就直接順著這樣滑到尾巴 不要這樣子用鋸的 用鋸的時候 它容易出現那些碎肉 那你的那個切口啊 它就比較不會那麼漂亮 這個已經過到對面去了 我們再把這裡 盡量的去到底 好 現在這裡啊 中間會有一排刺 它會黏著 所以啊 這個就是要拿起來 把你的刀子這樣放進去 抓著這個尾巴 順勢的一個 一個 往前推 這樣整片魚肉就出來了 順勢的這樣子 這樣每一整片肉就取下來了 像這樣 這樣就取得很乾淨 每一種魚啊 都可以這樣子去取它的那個魚片下來 這樣這樣 這個啊 就是剛剛取下來的那個另一邊 看 它就順著這個骨頭 這樣去啊 就會去得很乾淨 這一面啊 就拿去用清蒸的 這樣子蒸起來了啊 因為它只有一半嘛 所以這樣子蒸起來的時候啊 時間會比較短 那肉啊就會比較嫩 這個就先把它收起來 好那現在啊 這個魚片取下來了 先把中間這一排 那個肚子的脊椎骨刷掉 那這個時候啊 就會換一把比較長的刀 這個叫做柳刃 那剛剛前面那一把比較短的刀 叫做粗刃 就是專門來 取肉片啊 或是剁魚頭用的 比較短啊 比較粗一點 那這兩把我都是在 就網上隨意買的 就是淘寶買的 它也不是說太貴 就拿來練手 等以後啊 技術好一點的時候 再換一把好的 那先這樣子 所以這個刀啊 其實只要用之前 你把它摸得夠力 它其實就 蠻好用的啦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 脊椎骨去掉 用你的刀尖 輕輕的把它挑開 然後順著到前面去 然後這個脊椎骨 這樣這一排就起來了 這樣過去 把它翻過來 剛剛這個口子啊 在這裡 順次的啊 用你的刀 壓進去 然後抵住那個 脊椎骨 這樣滑下去 一刀滑下去 它就起來一點 第二刀 再順著那個脊椎骨進去 有點這樣貼的那個 往上挑 但角度是往上進去 但是有點往上挑 這樣子才可以 順著這個脊椎 片下來 從這裡再這樣進去 一刀一刀的滑出來 一刀一刀的滑出來 這樣這樣就很薄了 像這種 肚子有這種黃黃的啊 這個啊都把它修掉 然後這種 邊邊角角這個 到時候也都可以精修一下 這個去掉 那這塊肉啊 待會就比較好切了 因為這個形狀啊 就比較漂亮 翻過來 我們來去皮 通常切魚的時候 可以 動一塊布 然後把那些碎肉啊 渣渣擦乾淨 這樣子啊 切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由這個角度進去 滑進去了以後 這個啊 我們用來捏的 但是如果啊 會滑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塊布墊子 抓著那個魚皮 刀子啊 順勢的進去 然後你的左手拉著魚皮 那個地方要左右晃動 然後往後拉 那右手啊 就往前推 兩邊一鼓作氣的 同時完成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肉啊 跟皮 它就很容易分開了 它就一直往前推 就像這樣 這個皮 整個都取下來了 都沒有什麼多餘的肉 那這個皮啊 也是拿起來用炸的 那我們這塊魚片 這樣就是取下來了 那新鮮的魚啊 通常我不吃 生魚片的 通常我都會把它熟成 熟成就用這個紙 就熟成那個 生魚片專用的紙 如果家裡沒有這個紙 沒關係 就用普通的那個 廚房紙巾也可以 然後啊 每一天都把這個紙換掉 熟成過的魚啊 會比新鮮的魚 魚的味道會香一點 然後 它的魚 魚肉的口感啊 也會好一點 因為 之前不知道嘛 之前 都是直接想說 新鮮的魚 就立刻做生魚片 最好吃嘛 那當時是這樣想 但是 後來在網上啊 看了一些文章 或者是看一些日本料理的師傅 他們都會先把魚 切下來熟成 那過了兩天或三天才吃的時候 它那個魚肉啊 會變得比較甜 而且口感啊 會比較軟糯一點點 也不是說軟糯 原本很Q彈的那個口感 就會變得不那麼硬 然後 口感就會更好一點 然後味道會更香 所以這個魚片啊 我就會把它放在冰箱 那明天 一樣會把這個紙拿掉 基本上這個魚肉 然後我會放個三天才吃 然後到時候 我再拿出來切給你們看 這個是熟成 一天的 那個 生魚片 看這個紙啊 它會吸掉它 多餘的水分 到時候生魚的就是 肉的甜味 然後 它吃起來 口感就會很紮實 那這個紙啊 用過一次就得換了 如果想要熟成魚啊 最好這個魚在 處理的時候 用那個 淡水洗過的話 最好再泡一下那個鹽巴水 這樣子它可以保持它 才可以放得比較久 才不會中途失敗 那那個鹽巴水的比例 就是大概 用100ml的水 那就加那個 3% 或是5%的鹽巴 都可以 好 這個再放一天 就可以吃了 我們現在要來 切我們熟成兩天的生魚片 這裡面啊 都吸出很多水分 那 魷魚啊 這個魚塊 它比較小塊 那中間這裡啊 還有一排刺 那通常如果那個 這個魚肉啊 比較大的時候 就會直接用刀 直接切個條狀 就直接把刺全都拿掉 但因為這個魚片比較小塊 所以我們得用那個夾子 把這個刺拔出來 免得切完就沒什麼肉了 用手指頭摸啊 可以摸到那個 那個骨頭的那種感覺 然後順勢這樣 挑出來 最後啊 就用手指再檢查一下 確認沒有摸到那個 硬的骨頭 那就表示乾淨了 然後剛剛忘了說啊 如果這個 熟成的生魚片 成功與失敗 就拿出來啦 第一件事就先看這個外表 有沒有顏色不一樣 再來就是聞它的味道 就是很正常的那種魚的香味 就是正常 那如果它是一個很新的味道 那就表示完全不對了 你自己覺得那個味道都 有點難聞了 那就不要吃了 就表示你熟成失敗 這樣講 而且熟成好的魚啊 它的表面啊 會有一層油光 它表面身上啊 是乾的 然後 帶有一點那種油的那種黏性 也不會太黏 反正它就是乾乾的油油的 那就表示你熟成成功了 待會我們再把這個 內膜啊稍微切掉 如果在家啊 沒有嘗試過熟成生魚片的人啊 就建議不要熟成的太多天 你就先熟成個兩天就好啦 隨著你的經驗啊 豐富了以後 你可以慢慢的熟成 把魚放久一點 但是也是要看魚啦 像那種啊 魚肉 本身就富含比較多油脂的那種魚 像獅魚啊 或是 Cobia啊這類的 這個就可以熟成多天一點 讓它那個油脂融化出來 但初學者啊 熟成兩天是沒問題的 你只要保持它 溫度夠低 如果沒有那個生魚片的那個 紙沒關係 就用廚房一般的紙巾就好啦 你要保持它乾燥 要把那個水分吸掉 它才不會長細菌 然後在熟成的同時 熟成之前 最好是用那個鹽巴水稍微泡過 我覺得那個會放得比較久 因為我有試過我把 一條Cobia 放了大概九天才吃 那我因為Cobia很大嘛 所以我就一天都會吃一點 然後就會發現 它口感會隨著天數會越來越好 然後魚的香味也會越來越香 但是也不是說一定放得越久越好吃 差不多在第八天的時候 那個魚味就變得比較重了 雖然它沒壞 但是它不到腥 但是那個魚味就變濃了 那我感覺它就不能再放下去 因為再放下去它肯定就過頭了 好那我們再來切 那切魚的時候啊 把這個是表面嘛 這個是肚子那一面 這個肚子那一面啊 比較薄的地方 像外面 這樣放著 厚的地方朝著自己 那因為這個場地的關係啊 我就是直接這樣子切啦 就沒有辦法保持得太 太好的角度 然後啊 我就會整片的直接 先給它頭去掉這一塊 然後這頭尾啊 都先留在旁邊 邊角料 然後就這樣順著這樣下來 放這邊應該會看得比較清楚 我身體歪一邊切 刀拿著就從這個根部開始下刀 直接拉到底 這樣就是一片了 然後正常的給它擺進去 再來第二片 拿起來用那個刀尖啊 拖著魚肉 然後就可以擺盤 就照順序的 一片一片的切下去 成績 一個 然後 這樣 就是 有 你 你 你看其實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在家切生魚片也蠻簡單的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我也是都是往上啊 就一步一步學 在這裡就分享給大家 過來 過來過來 你剛吃了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不比你吃一個塑膠耶 你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就吞下去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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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